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演示三种横屏视频变成竖屏视频的方法 首先来演示第一种,我们在剪映当中点击开始创作 把我们准备好的视频素材添加进来 因为我这个素材是横屏的,大家就可以发现我放进来之后呢 它就像一个电视似的我们观看的体验,就像咱们家的电视 怎么把它来变成竖屏呢?我们在下方滑动 找到这个比例,选成9比16 它就变成了竖屏,就类似于我们拿起手机来看似的 拿起手机来看这个屏幕似的 但是它上下是黑边,这个等于是屏幕上有三分之二的在浪费掉了 我们在下方找到这个背景 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左侧的这个画布颜色 给它换一个颜色,因为它是黑色的 我们给它换一个蓝色,打右下角的对勾 这样呢,视频就变成了一个竖屏视频 还有一个方法,我们选择下面的这个背景 选择最右侧的画布模糊 然后选择模糊度 一共有四个,我们可以选择第三个 打对勾 这样呢,也就变成了本身的视频 它的背景来模糊 把本身的这个视频作为背景来模糊一下 这是一种方法 好,下面咱们说第二种方法 依然是一段横屏的视频 我们在下方选择比例 选成竖屏,9比16 选成竖屏之后呢 我们选择一下背景 选择画布颜色 我们可以来一个灰色或者白色都可以啊 给它来个颜色 然后把这个选中这个视频 然后选中这个主视频 在下方呢,稍微的 给它缩小一点点 好,缩小之后呢 我们选择主视频 然后选择复制 好,这样呢 它就两段视频了 大家看我划小之后 就大家发现了一二两段视频了 我们选择把第一段视频 给它切画中画 选中它啊 每次选中它才能操作 在下方找到切画中画 好,然后再复制一下 拿手拖着的画中画 第三行呢 这样呢,三个视频 把一个视频变成了三个视频 然后我们选中 切画中画下来的这个视频 拿手给它往上移动 好,选中最下边的画三 拿手往下移动 然后我们呢 把这个主视 把这个画中画的这两个视频 因为这样是三个一模一样的视频 对吧 我们把这个第二个画中画 选中它 并且呢 先打一个关键针 这个小零星 就是打关键针 打关键针的意思是 我们来定格 然后我们替换一个视频 进来 在下方找到替换 好,我们替换另一个视频 替换好之后呢 把这个关键针取消 然后把音量给它调整成零 好,把下边 最下边的这个也是 先打一个关键针 再替换一下 去掉关键针 音量调成零 好,这样呢 一个视频 这样的横平视频就变成了三个 竖屏的 这样呢 我们是把这个一个横平的视频 变成了三个 让它们排列成竖屏的一个 排版的视频 等于当中经常也会用到的 好 最后一种方法 这个依然是横平视频 添加进来 我们在下方选择比例 选成9比16的竖屏 然后这种方法呢 是我们选中视频之后 拿手把这个视频扩大 扩大到什么地步呢 大家看上下这两个边 哎 让它没有黑边了 好 然后回到这个视频 一开始 打一个关键针 打了关键针之后 拿手移动这个视频 这个时候视频咱们变大了啊 找到最左侧的这个红边呢 好 在这个位置 然后滑动 滑动到视频呢 咱们打视频一共11秒 大概到5秒多的时候 拿手给它滑动到 最左侧来 好 然后到了视频结束的时候呢 拿手滑动 把这个人物来给它体现一下 这个人物是主角 好 这样呢 视频就做好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好的 今天这个就是三种 横屏变竖屏的方法 朋友们今天我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咱们明天再见吧 大家好 我是胖姐 今天我制作了一个滤动效果的开门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我创作的效果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我创作的过程 好的 就是这个开门的效果 下面咱们就来创作 首先咱们做一个开门的素材 咱们打开剪映之后点击这个开始创作 首先把咱们准备好的一个绿色的图片添加进来 绿色的背景 注意这个图片添加进来的时候呢 我第一开始是16比9 也就是横屏的 然后我们选中一下这个绿色 在下方滑动 选择编辑 对它进行来旋转 旋转了之后不动 这样呢 它就给它竖过来了 但是两边呢变成了黑色 我们在下方找一下背景 找一下画布样式 因为正好是春节 我们可以选一个这个红色的 然后我们在下方找这个特效 选择画面特效 往后面滑动 有一个扭曲 扭曲这里 第一行第四个 屏幕律动 好打一下对高 然后呢 选择下边的作用对象 选择全局 这样全局就扭起来了 然后我们把主轨道的这个绿色 复制一下 好复制之后呢 把后边复制的这个呢 我们来一个替换 替换成一个白色 好 然后把绿色的这个 主轨道的视频呢 给它切化中化 好 大家看这样绿色边起 就有了一个白色了 我们选中一下绿色 让它稍微再大一点 这个白色呢 咱们就不要这么大的框了 有个小白框 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有了一个这个 扭来扭去的一个效果 我们呢 就导出 下面咱们就开始来使用它 把我们自己的视频呢 添加进来 这个是 我们在下方选择 画中化 选择新增画中化 把咱们做的这个 三秒钟的素材添加进来 好 然后我们 往后面滑动 正好到它这个 一扭曲的这一刹那呢 我们选一下我们画中化的视频啊 给它来个定格 选中它 在下方工具栏 往后边滑动 最后一个 定格 好 定格之后呢 前面这一点点 不要删除 定格出来呢 就是一张照片啊 后面这些呢 也不要 也删除 也就是我们只要了 滤动当中的 一张照片 然后 我们呢 把这个照片 时长稍微拖拽一下 照片是可以拽时长的 咱们大概拽到五秒钟左右吧 就可以了 然后再选中 画中化轨道这个素材 在下方滑动 找到抠像 选择抠像 选择色度抠图 然后 屏幕上这个圆圈 移动它 变成绿色之后呢 选择这个强度 然后往后边拖拽 把绿色就抠掉了 好 再返回一下 继续对这个素材 在下方找到蒙板 好 第一个线性蒙板 位置不动 旋转它 因为这个线的线性 是在正中间的位置啊 我们只 对它进行旋转左右手 一个靠上 一个靠下 旋转 旋转到-90度 好 打对勾 然后 把这个画中化轨道呢 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了之后 拿手拖拽到 第二行画中化来 现在是主视频 画中化一 画中化二 然后选中复制下来的画中化二 在下方呢 找到蒙板 直接来一个反转 好 就可以了 下面第一开始啊 在最画一开始的位置 打一个关键针 画二打一个关键针 画一打完关键针 下面咱们开始操作 双手把它放大 并且放到屏幕中间 我们看好这个位置啊 屏幕中间 好 把画二也放大 再一边放大呢 往中间来凑 让这两个 重叠到一起 好的 然后往后面滑动 到了五秒钟结束的时候 画一 往左侧滑开 呈现一个开门的效果 画二 往右侧滑开 好 添加上音乐 咱们的视频就做成了 今天我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感谢大家